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19年6月22號 我們在三週前曾經搶救蝴蝶欄 001號搶救給大家看 當時在租蝴蝶欄有一片葉子 還有一小片葉子在上面 現在已經掉了 當時搶救的影片連結 我們放在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現在它 目前 氣根有惡化的地方它已經惡化了 沒有惡化的氣根還好好的地方 它就是還是好的 心葉的部分有稍微微微的生長 那整個花梗的位置也開始漸漸漸漸漸的在哭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大家來看一下現在搶救的情況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蝴蝶欄001號 當時我們搶救的時候 這有一片葉子 大概往這個方向長的 那已經有點已經哭掉了 那你現在看到中間那個位置 有一點綠綠的位置 那心葉開始有在生長 那我們就是像這樣子這樣子 水塵牽著 牽著 不過這個水塵好像牽不太 水好像牽不太痛的感覺 感覺好像下不來 那不管啦 因為它現在葉子很少 我說葉片很少 它比較不太缺水 那你可以早上噴水 噴濕 把氣根噴濕到晚 晚上把氣根噴濕就好了 早晚噴濕一次也可以 那我們當然是如果葉子的 葉子很長的情況下 或一片兩片以上的葉子 你最好是水塵牽著 不然的話它會缺 很容易就缺水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將這個爛掉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剪掉 那我說過呢 其實跟著剪或不剪都可以 那我們剪掉呢 會比較好看 那我們把它 我去拿個剪刀 然後把它剪掉 剪給大家看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們 把這個 就是氣根 沒有用的部分呢 剪掉 這樣讓它看起來 比較好看一點 差點摔倒 這個氣根這個位置呢 看起來 摸起來還蠻扎實的 那表示這個 氣根還是有用的 你如果摸起來 氣根是軟的 就表示它沒有用 就可以剪掉 像這個 噓噓就可以剪掉 摸起來這個 軟軟的 空包蛋的 就沒有用 那我們呢 如果你 蝴蝶蘭 受傷嚴重 很嚴重的 像這樣子的 你可以 氣根啊 你要想剪 也是可以把它剪掉 剪掉看起來比較漂亮 比較看起來不會 雜雜的 這一點好像還有一點點好的 剪過頭 不管它 遲早 剪到 剪到一點點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表示說那個 這一段 這一段應該還是 好的 這一段金的位置還是好的 我這樣子目測這個位置呢 有一點點綠綠的 這個可能鏡頭 可能拍不太到 有點綠 我手 我現在指的這個位置 有點綠綠的 這種有綠綠的點呢 表示說這個還有活性 有時候呢 它有可能會從這裡長 長那個 側芽 都有可能 那我們呢 就 修剪到這樣子 那未來各位 你如果碰到像這個 這隻 蝴蝶藍 這種情況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這隻 這隻蝴蝶藍呢 主要是 它運氣還不錯的一點 就是說 它的這個 這個 金布的位置呢 還是完好的 那有的比較嚴重的喔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002號 那002號呢 那個影片呢 我們連結呢 放到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那個002號呢 就是金布壞車 跟這不太一樣 所以呢 當初我們 在搶救這001號的時候 是跟大家講說 這隻蝴蝶 搶救出來的機率還蠻高的 搶救回來的機率 還算很大 那002號呢 就 就 比較有挑戰性 就是說 比較困難的意思啊 連我自己 我都沒有把握之後 一定救得活 因為 在 那種 002號那種情況呢 在 在我 在我這次 今天之前 我從來沒有救活過就對了 我都這樣講 從來沒救活過 那會不會表示說 我未來都救不活 還是說 有機會救活呢 都還不曉得 那我們都是要試著 嘗試看看 今天呢 我們就是帶大家來看這個001號的狀況 經過三週之後的一個生長狀況 那 未來各位 你如果碰到 類似的情況呢 就像這樣子處理 那我們未來 也會繼續觀察 追蹤它的情況 感謝收看 再會